尝遍日本一百碗面的第八碗 提芬尼兰鸡汤拉面 早就刷过这碗网红的蓝色鸡汤拉面 网上说他家的面看起来梦幻 吃起来特别 这跟漱口水一样颜色的汤头 太吓人了 就没敢尝试 秉持着一百碗面系列的承诺和好奇心 今天就替大家来色谷试试读 菜单简直没法看 红的绿的蓝的黄的什么都有 每一碗都颠覆了我对日本拉面的认知 硬着头皮点了看上去最可怕的蓝色和绿色 像我家厕所里的 来都来了就闭着眼吃吧 有点意思啊 端上来就能闻到鸡汤的香 细面偏硬还挺弹牙 本以为是胡乱加了些色素 看了介绍才知道原来是加了蓝藻盐 吃起来并没有什么怪味 胶头里是两片鸡胸肉 这接近刺身口感的鸡肉 吃得我直冒冷看 倒水的时候还发现了一只小墙 咱就是说都已经这么惊悚了 就别再玩刺激了 绿色的这碗看起来也很魔鬼 在鸡汤的基础上加了点白葡萄汁 喝起来有点淡淡的果味 同样配的是鸡胸肉和溏心蛋 虽然两碗面从味道来说都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越吃越堵的慌 几口下去就不想冻筷子了 来探店的人可能都是图个猎奇 但有小强的用餐环境真的是硬伤 作为餐饮人的我真的是无法接受 这样的面你们敢挑战一下吗 关注我一起吃遍日本美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